大家不要妖魔化中国的税率 用不着啊 你客观的去看一看 相关的信息啊都在网上都有 也不需要啊 把国外的这个税啊 就觉得好像我就不需要交钱了 不可能的嘛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呃我们之前几期节目呢 探讨了很多跟欧洲相关的问题 呃这期节目呢 还是欧洲啊 还是欧洲 那么我们来探讨什么呢 我们来探讨这个欧洲的税收 有多高啊 欧洲的税收有多高 呃很多移民到国外的朋友啊 都是本着啊 中国的税收特别高 啊我出去移民之后啊 我就可以避税 那么我之前呢也讲过啊 如果你成为这个 呃欧洲某些国家 或者其他国家的税务居民呢 那么你仍然需要在当地纳税啊 需要在当地纳税 那么如果你没有成为 这个其他国家的税务居民 而依然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呢 那么你仍然需要在中国纳税啊 这一点你是跑不掉的 总之呢 你永远会有一个需要纳税的地方啊 呃 那么谈到欧洲这个部分呢 我需要跟大家讲啊 欧洲的所有的财政 包括他的这个福利啊 都跟他的税收有关系啊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那么美国呢 有一任总统曾经讲过啊 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永远不变的 第一个呢就是死亡 第二个呢就是税收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一个政府如果他没有积极的去收税的话呢 呃可以讲就是不务正业啊 就是不务正业 呃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关于这个欧洲的税 呃到底有多高呢 还是按照这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序啊 呃 左边是国家 中间是企业所得税啊 右边呢是个人所得税 那么欧洲的这个税务讲完之后的话呢 呃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中国的税收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啊 呃 在这里呢 我需要先强调 所有国家的税收 所有国家的税收 都存在两种标准 一呢 就是固定的比例 固定的比例 第二种 就是一个区间比例啊 一个区间比例 也就是说呢 有些国家可能是固定比例的 那么有些国家呢 可能是 这个区间比例的啊 比方说10%到50%啊 这就是一个区间 它是根据你税 呃 根据你收入的 这个不同啊 来进行收税的 啊 所以呢 我这里面列出的全部都是最高的 这个税收金额啊 最高的税收金额 那么细的话呢 我就不去详谈了 因为国家太多了啊 呃 我们先看一看 爱尔兰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呢 是12.5% 国内呢 有很多人们啊 特别是很多中介啊 就把这个企业所得税 和这个个人所得税呢 混为一谈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爱尔兰的所得税啊 个人所得税 12.5% 是整个欧洲最低的啊 这就是一句屁话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企业所得税是12.5% 他的个人所得税却最高达到48% 48% 并且那么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 12.5% 并不是 欧洲32个国家最低的 还有更低的啊 好 我们接下来看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 20% 个人所得税也是一样 奥地利的话呢 企业所得税是25% 个人所得税是55% 这个奥地利呢 应该讲非常高啊 非常高 当然了 他也是个区间税啊 我只是说他最高的是55% 巴加利亚呢 是非常低啊 他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是10% 比利时呢 是34% 以及他的个人所得税 53.7% 那么冰岛的话呢 是个人所得税20% 企业所得税20% 个人所得税呢 是46.3% 波兰的话呢 是19%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32%的个人所得税 丹麦呢 是22%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55.8%的个人所得税 德国呢 是29.79% 将近30%吧 企业所得税 以及这个47.5%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法国呢 是33.3% 企业所得税 以及45%的个人所得税 芬兰呢 是20%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45%的 51.6%的 个人所得税 荷兰呢 是25%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呢 是这个52% 捷克呢 是19%的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以及22%的这个个人所得税 克罗地亚呢 是18%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个人所得税是36% 拉脱维亚呢 是20%的企业所得税 那么个人所得税呢 是31.4% 我还是那句话啊 那么 很多国家呢 它是区间税 它是区间税 所以呢 它是按照你收入的高低 来进行区分的 收入的高低来进行区分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接下来是立陶宛 15% 都是15% 劣质敦士登呢 是企业所得税 12.5% 个人所得税呢 是24% 罗森堡呢 是27.08%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48.78%的个人所得税 罗马尼亚呢 是16%的企业所得税 10%的个人所得税 马尔他 马尔他很多啊 很多说是 马尔他是免税的 那么还是一句屁话啊 还是一句屁话 这个马尔他呢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最高呢 都是35% 还是一句话 他是一个区间税啊 但是他有这个规定在啊 所以呢 你要么就不要在马尔他有收入 那么你要么呢 就不要成为马尔他的税务居民 那么如果你不是马尔他的税务居民 那么你必然是其他国家啊 或者是中国的税务居民 你还是3% 还是3% 挪威的话呢 是24%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啊 以及这个38.52%的个人所得税啊 葡萄牙啊 21%的企业所得税 48%的个人所得税 瑞典是22%的企业所得税 61.85%的个人所得税 瑞典算是高福利国家了 所以他的这个税收呢 也是非常高的啊 税收非常高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 瑞士呢 是17.77%啊 企业所得税 40%的个人所得税 塞浦路斯是12.5% 跟爱尔兰一样啊 这个企业所得税 35%的个人所得税 斯洛伐克呢 是21%的企业所得税 25%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斯洛文尼亚呢 是19%的企业所得税 50%的个人所得税 西班牙呢 是25%的企业所得税 45%的个人所得税 希腊呢 是29%的企业所得税 45%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匈牙利呢 是9%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15%的个人所得税 意大利是24%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43%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英国呢 是19%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45%的个人所得税 好 我念了这么多税啊 也消耗了过不少时间 那么从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高福利国家的高税收 这个是相对等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清楚啊 那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固定税 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区间税 也不是区间税 一定会按照比较高的税收来征 它是一个区间嘛 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 但是总而言之 每个国家都有税 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是没有税的 对吧 所以呢 说是移民到其他国家能不能避税 我相信这个数字啊 大家应该有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还是那句话 你要么 就不要在那个国家有收入 你要么 就不要成为那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税务居民大家都很清楚了啊 我我大概前两期吧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年住满183天啊 就是税务居民 那么你就有报税和交税的义务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是这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那你必然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或者是中国的税务居民 那中国也有税收嘛 对吧 中国也有税收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这个中国的税收有多少 比较一下啊 这个呢 是国家税务总局的网页啊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所的税法 1980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制定了 那么在2018年啊 在2018年的这个8月31号进行了修订 2019年呢 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啊 他规定了什么是中国的税务居民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啊 或者没有住所 但是呢 一个纳税年度呢 在中国境内累计住满183天的个人 就是税务居民啦 啊 中国也是183天嘛 对吧 那么 即便是你出境到其他国家去 不管是留学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那么 那么只要你在中国住满183天的 那么你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就要按照本法实施啊 嗯 第二个呢 是在中国呢 没有住所又不居住啊 或者是无住所 而一个年度呢 在中国累计住满 累计不满183天的 那么你可以按照这个非居民呢 来进行计算啊 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 这一点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 呃 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包括工资啊 劳动报酬啊 搞酬所得呀 啊 什么特取经营权啊 等等等等 很多啊 总之呢 就是所得 啊 就是所得 包括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啊 嗯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呢 它是个累进制啊 超额累进啊 超额累进 呃 挺多的啊 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 我们直接跳过去啊 直接跳过去 在这里需要讲啊 目前中国的这个税法 呃 租房子啊 出租房子也是需要交税的啊 呃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表啊 一个是个人所得税表 一个是企业所得税 呃 个人所得税呢 不超过三万六千块的 啊 这是一个年税率啊 年税率的一个标准 那么你的税率是百分之三 很低吧 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税率很高 那么你如果一直按照高的标准 那么如果你一年超过九万六千块呢 你是要交百分之四十五的税 个人所得税 啊 但是呢 欧洲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百分之五十的也有四五个 也有四五个 所以呢 是不是只有中国的税高呢 不见得啊 那么他都是一个区间税啊 这里呢 就是一个区间税的意思 啊 这里就是一个区间税的意思啊 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共是七个档啊 三万六千块 三万六到一万 呃 到十四万四千啊 一个档 然后呢 十四万四千到三十万一个档 三十万到四十二万一个档 啊 四十二万到六十六万一个档啊 六十六到九十六一个档 那么 就啊 我说我刚才讲错了啊 不是九万六啊 是九十六万是收 百分之四十五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个人所的税就很值得商榷啊 呃 因为一个中国的居民年收入能达到九十六万 收你百分之四十五的税 这个概率很低啊 中国十四亿人 那么我猜呢 能够达到这个指标的可能也就是凤毛麟角吧 呃 大概也就是能占上一两亿人 啊 大部分人还都是在这个三万六啊 到十四万这个区间 大部分 少部分啊 你比方说是像什么演员呢 啊 这种高收入的这些个 这个人群啊 他有可能会收到比较高的这个比例 啊 当然了 像以前那个翻冰冰逃税的这个事件 呃 我相信呢 他肯定超过九十六万了啊 那么按理上来讲的话呢 就应该收百分之四十五啊 就应该收百分之四十五 呃 那么其中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个专项的抵扣 啊 专项抵扣 那么大家呢 也都要客观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并不是只有国外的这个税收会有抵扣 啊 很多这个中介都在讲啊 国外的税收有抵扣 啊 中国的税收一样有抵扣啊 中国的税收一样有抵扣 对吧 而且呢 他的这个这个金额这个比例啊 大部分人 这个税率啊 基本上应该是维持在 呃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以下吧 啊 基本上没有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呃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都是那种比较少的那个部分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这个经营所得啊 也是跟个人所得相关的 就是经营所得税 企业的部分啊 呃 呃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三万以内的是百分之五 呃 超过三万到九万之间的是百分之十啊 九万到三十万之间的是百分之二十 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的是百分之三十 那么超过五十万的都是百分之三十五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很正常啊 啊 很正常啊 所以呢 就是说是怎么讲呢 跟我刚才谈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啊 就是大家不要妖魔化中国的税率 用不着啊 你客观的去看一看 相关的信息啊 都在网上都有 也不需要啊 把日国外的这个税啊 就觉得好像我就不需要交钱了 不可能的嘛 啊 不可能的啊 所以呢 这个客观看待这个国外的税率啊 那么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没关系 啊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找到这里